102年是台电公司面临严峻艰困经营挑战的一年 面对国际能源价格高涨 电价无法反映供电成本的困境 台电同仍上下一心全力以赴 6月20号的103年股东常会 要向所有股东缴交年度成绩单 有赖本公司各企资管跟全力同仁 努力推动各项经营改善措施 创造价值 本公司大幅减少推准 对于提升进行绩效 有很大的进展 102年台电公司致力金改外 也获得公共工程 创新技术及企业永续发展等 多项奖项的肯定 此外在社会沟通 企业人文形象的提升也是不遗余力 本公司网站设立了资讯揭露传奇 公司成立台电影音网 报导社会大众关心之台电影机 及公司小人物大布置 不遗余力的持续推动多项环保工作 获取环境友善措施 发出变点设施 周边地区 也就是回馈地区的关怀社区活动等 充分落实关怀的经营理念 台电公司虽面对许多经营困境 耐人秉持着诚信 关怀创新服务的理念 一步一脚印深耕经营 未来将展现更多突破困境的决心 稳定供电的用心 及社会责任的关心 让外界看见台电的改变 台电公司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